苏晨意外获得了穿梭系统 可以在现代和大唐之间来回穿越 在大唐结识了荡朝皇帝 并带着他走上了人生巅峰 啥 三天后有雨 可是青天间昨日夜观天象 说最近一个月都无雨 你怎么就确定三天后有雨 还不信我 我这可是看你们大唐自己写的历史记录上得知的 而且不光有雨还是大雨 黄河沿岸都会受灾 老李 如果你在黄河边上有地 我看你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吧 李二看到面前一副真诚的苏晨 不知道为何 李二竟然相信了他 我一定做好准备 小郎君 你是如何知道三天后有雨的 租臣故作神秘 靠近两人小声说道 我是白玉京的仙人后裔 这哪天下雨我当然知道 什么 仙人后裔 胡闹 七 爱信不信 我总不能告诉你 我是从未来来的 那沙里哥 时间不早了 我要早点休息 明天好给你们去弄粮食啊 那好 一会我就派人把慈器给你送来 那我们两个先走了 此时长安城郊东石里 一座道惯了 清风 朝廷这个月的俸禄还没发吗 师父 还没有 嗯 户部那帮人真是太不像话了 本道长为了大唐已经付出了三百年的阳寿 现在敢拖欠我的俸禄 老到我马上就要喝洗北风了 师父 上次你不是说五百年阳寿吗 对 是五百年 皇上驾到 陛下 原时不知道最近的天下 可曾有下雨的迹象 今日上午有人告诉我三天后犹豫 什么 三日后犹豫 有人抢浪子饭碗了这是 陛下 你可不要被妖人蒙蔽了双眼 小陈夜观天象 一个月内都不会犹豫 陛下可不能被他骗了 他不是骗子 一听袁天刚说 苏晨是骗子 李二这个做义兄的 当然要反驳两句 好家伙 这小子把陛下骗成这样了 曾经陛下可是从来没有反驳过我的 陛下 如果三日后下雨 我就拜您说的这个人为师 不过陛下不要担心 频道每日都会一亿年寿命向上添奇雨 我相信总有一天频道会为咱们打汤求来雨的 原时 可不要过分劳累 唉 原时所说和青天间一样 难道苏晨真的是骗我的吗 碰到同行了 看到陛下的样子 这个同行忽有能力不赖啊 第二日 苏晨带着老李给他的各种瓷器 穿越回了现代 而义政殿的李二也开始了早朝 陛下 灾民粮食已经不足七日了 还望陛下早做打算 嗯 朕知道了 粮食的事情我会解决 李二此话一出 大臣们都觉得李二要向世家低头了 要去买奈五倍价格的粮食 陛下 你给俺老城一千 运 五百精兵 俺老城给你踏平整个山东世家 哎 要是能灭我早就练了 和必要等到今天 卢国公稍安勿躁 朕自有办法 关中大汗 朕非常难过 为了不让大唐的百姓遭受灾害 朕决定两天后在长安县赴京清雨 李二觉得苏晨肯定不会骗他 决定赌一把 不可啊 陛下 这是不可啊 是啊 陛下 这与请来还好请不来恐怕有损皇家威严啊 难道各位爱卿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成 朕心已决 谁也不用劝我 哎 陛下 还是选择了相信苏晨 这是在赌啊 陛下你糊涂啊 成出没 陈在 黄河两岸年久失修 两天后 怕是经受不住 所以朕决定让你当督察维修黄河事宜 臣知道了 我真服了 怎么什么事都交给我 上次让我当了个畜生大将军 这次又让我修缮那已经断流的黄河 如果 求不来雨 这不得被人笑死 清河 崔氏宅院内 这李世民当真昏庸 居然还想要复经情语 崔河 今天你日夜不停地赶朗长安 给我散步求不来雨就是当今必小无德 无论花多少钱 我这次都要让李世民脸上无光 是 老爷 就凭你李家也想压我崔家一头 你李世民不过是运气好当上了皇帝 你的祖先和鲜卑人通过婚 血脉已经不传证了 凭什么和我们并列五性期望 两天后的清晨 一身简陋不一的李二 正贵坐在一个三米高的台子上求雨 身后还背着几根藤条 而此时 五性期望中的柏林崔氏 清河崔氏 范阳吴氏 龙溪李氏 赵骏李氏 行阳正氏及太原王氏都到齐了 贵吧贵吧 就是贵死也不会下雨 然而时间一点点的流过 时间到了五十了 为何这天空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真的是我这个天子师的 想到这里 李二神情发狠 当初我不这么做 死的就是我 李二一发狠 直接站了起来 老天爷 你要惩罚就惩罚朕 为什么不下雨 惩罚朕的子民 朕命令你下雨 给朕下雨 给朕下雨 百姓何孤 苍生何孤 雨来 雨来 不光大臣 百姓看到这一幕也都傻了眼 这可是亵渎上天 这雨肯定不会下 然而刹那之间 电闪雷铭 雷声震天 李二在那电闪雷铭之中 如同天神一般 这 这难道真的要下雨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